据美国财政部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,今年1月在美国国债的境外持有量,连续第三个月上升之际,中国的持有量,从去年12月的8671亿美元,降至8594亿美元,连续第六个月下降,创下2009年5月以来最低点。 基于美国的数据,过去十年来,中国已将美国国债减持34.1%,包括2022年减持的16.6%,中国持有美债规模的历史最高点,为2013年11月,达到了1.32万亿美元,然后从2014年开始就陆续减持美债,到了2022年的时候,抛售速度明显加快。 目前仅剩8594亿美债,中国为什么要大幅度抛售美债?抛售美债又意味着什么?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说这个问题,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清楚这件事的意义,我们先给大家举几个通俗易懂的例子。 假设我有一套房子值50万,一辆车子值10万,除去各种开支每年能余下3万。现在银行一年期存款的利息是1%,我找你借钱30万,给你的利息是2%。 你会不会借我?我估计你肯定会借我的。因为我的房子车子就值60万,超过了30万的借款,你不怕我还不起。但是我们再反过来举个例子。 假设我只有一辆车子值10万,除去开支每年余钱为0。现在银行一年期存款的利息是1%。我找你借钱30万,给你的利息是2%。你会不会借我?我估计你肯定不会借我的。因为一年后,我可能就无法偿还你的钱了。 如果我拿着你借我的钱去吃喝玩乐了。到时就算我把车子卖掉,把我的所有资产卖掉,也无法偿还你的借款和利息。 中国大幅度抛售美债的第一个原因就出来了。美国政府借了太多的钱,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了。借的钱远远得超过了其拥有的资产。 截至2022年底,美国欠债总额达到了31万亿美元。如果你的资产足够多,收入足够高。那么即使欠债再多,别人也敢借你的。但关键的是,现在美国政府的收入和资产,远远的不足以偿还其债务。 美国政府到底有多少资产呢?美国政府的资产有哪些?比如白宫就相当于美国政府的住房。那个当然属于美国政府的资产。 美国政府建的公园,那个也属于美国政府的资产。还有美国政府储备了一些石油,那个也属于政府的资产。另外还有很多土地、矿产和森林等,也属于美国政府的资产。这些资产全部加起来有多少钱呢? 2016年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,学着普京喊出了一个口号。给我八年时间,还美国人民一个没有外债的美国。特朗普喊出这个口号后,所有人都不相信他。包括美国人自己,都认为他在嘴炮。 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,美国政府的债务还没有现在这么多。那时仅有19万亿美元。竞选总统的时候放嘴炮。很容易就会被政敌抓住把柄的。 所以,美国媒体,就不断地拿这点攻击特朗普的大嘴巴。最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不得不出来做出说明。特朗普阵营发言人贝内特称,长债计划就是变卖政府大楼。土地和能源资源等政府资产。这能赚16万亿美元。特朗普给出了答案,大家肯定要进行算账了。看看他的这个长债计划合不合理。 美国政府的资产是有账可算的。根据美国官方数据,除了自然资源和管理资产,政府资产只值3.1万亿美元。于是美国媒体又进行了一番计算,最终得出结论。特朗普确实可以在8年内,偿还高达19万亿美元的债务。但是美国政府必须放弃所有的国家公园。 和变卖所有公共土地、木材和矿产等自然资源。美国还必须卖进能源矿藏。而且还得祈祷油价开始上涨。简单说,就算美国政府把他所有的资产全部卖掉了。 那么也就值19万亿美元。 历史也证明,我们从来没有违约过。从技术角度来说,美国政府确实已经破产了。但是从信用角度来说,美国政府确实还没有破产。债务到期以后,根本没有钱偿还怎么办?只能借新债还旧债。 越债越多,越债越还不起,总有一天将不得不赖账。李嘉诚说过一句话,不赚最后一个铜板。现在的美国已经严重资不抵债了。虽然依靠信用还能借新债还旧债。但是玩的是几股传花的游戏。 最终总会有人拿不回借款的。所以为了降低风险,我们也有必要逐步减持美债。是不是仅有这个原因呢?当然不是。 假设你借我一百万,我就不还了,你会怎么办?两种办法,一是去法院告我。二是强行到我家抢东西,抵债。但是当今世界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法院的。美国要是真的没收了你的借款。不还了,你是没有地方起诉它的。至于抢抢,美军那么强大,你怎么抢?所以如果美国真要赖账,你还真是没有太好办法的。 最关键的是,现在的美国确实已经动了赖账的心思。在特朗普时期,美国政坛,就已经开始讨论,赖掉中国债券的心思了。以冠状病毒起源于中国实验室为由。要求中国已持有美国国债抵偿。到了拜登时期,俄乌战争爆发。欧美等国家竟然直接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。随着美国信用的下降,中国也有必要减持美债。 中国抛售美债的第三个原因。大量抛售美债,换成美元现金。能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以前我们持有大量的美元,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。我们到国际上购买各种商品需要大量的美元。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。现在美国不断打压我们,对我们进行了各种制裁。尤其是在芯片领域对我们进行了制裁。另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加快。 中国到国际上购买商品。很多时候也不需要使用美元了。而是直接使用人民币就能购买了。2022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。首次突破40万亿元,达到42.07万亿。货物贸易向下,人民币结算规模已达到7.92万亿元。 同比增长37%。还有随着美国闭关锁国,俄乌战争导致欧洲日渐变穷。中国进出口金额大幅度减少。也减少了我们对美元的需求。面对欧美国家的围堵,为了减少风险。我们也制定了加强内循环政策,减少对国际的依赖。从2022年11月开始,中国进口比例不断负增长。 2023年1月至2月,中国进口再次出现大幅度下滑。同比增长为-10.2%。进口少了,对美元的需求自然也就少了。持有美元买不到想要买的东西。购买一些商品也不需要使用美元了。我们为什么还要大量持有美债?赶快把美债换成美元。 要么购买商品,要么换成黄金、欧元等。不然等着被美国赖账,等着美元贬值吗?事实上,不仅仅中国在大量抛售美债。很多国家都在抛售美债。 全球央行都在抛售美债。其他国家都不购买美国国债。只能美联储来购买,这会产生什么后果?美联储只能开动印钞机。而这会让市场上的美元越来越多。美元越多,其他国家又不要。 那么美元就只能留在美国国内。美国国内的美元越多。通货膨胀就越厉害,贬值幅度就越大。美元越多,美元贬值的速度和幅度就可能越快越大。美元贬值速度和幅度越快越大。大家抛售美元的速度和幅度就会越快越大。中国大幅度抛售美债,其实就是对美元霸权的反击。